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地方他开始有机会做一个止跌的一个怎样反弹的一个机会 那么哪些股票谈上来冯高还是要懂得来做一个反向避险放空因应 并且还有哪些股票能渴望有一个续长再创新高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做一个期待 那么这些你都必须要一心二组都必须要明明白白 因为当你能够清楚你能够明白你才不会做出方向 我们绝不可以跟什么自己的一个荷包过不去啦 那除了我在今天的一个盘后影音 我会跟大家举其当股票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解说之外 那么我们在11月17号也就是下礼拜是晚上 在台北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公司晚上七点钟 我们会举办一场的一个软体的一个说明会 那么在现场我们除了会透过的一个大财宝帮你挑选出 当下多跟空的一个标股之外 另外还会教你如何看清楚力手法的一个怎样做家意图跟手法 我相信这些你在市面上你学不到 很多人可能也不了解 没有关系 你到现场来学进来教你 并且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因为爱与法规的规定 在此不方便做公开 那么我们也会留在现场再跟大家来做详谈 那因为座位实在很有限 前20名报名的免费入场 先讲先引而满为止 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电话 来做好一个预冤报名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想针对整体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走势 在这个地方应该不需要我多说了 从过去到现在 我相信大家也在的印证在印证 像昨天为什么台北股市会杀身龙龙 当然很多人会因为说 就是因为川普当选的一个关系 对没有错因为川普端选的一个关系 会引发市场上的一个恐慌 但是你可以看到从我们的一个大财宝 你可以看到15分钟线 这是15分钟线 15分钟线在早上 昨天早上的一个9点15分钟之后 大户就开始做撤退 就已经告诉你说 这个时候大户都在拼命卖股票 所以为什么昨天会怎么样 会杀身龙龙 那么昨天下杀之后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强谈大涨上来 我想今天的强谈大涨并不意外 因为通常非经济性因素 非理性恐慌的一个下杀出现之后 往往不用太久的时间 他还会怎么样再弹上来 但是弹上来的一个同时 你最重要的就是 重点就是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掌握 这才是接下来的一个重点 我想今天的一个大涨 没有一个人 在昨天这样的一个口慌下杀 就可以马上看得出来 但是今天大涨上来 你要怎么做 各位 我想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整体的一个趋势扭转 不是一天一朝一夕就可以一处可及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今天供旗力道 但是大涨指标 都还是在怎样 还是在翻率 大涨还是翻率 而且他又没有逆转 短线关键转强 所以今天供旗力道 收盘1.04 代表短线上 我在这个地方 我还有机会 再持续做反弹的机会 包含的一个OTC贵买指数 也是一样 今天收盘供旗力道1.24 但是整体的一个架构 它还是处于一个怎样 还是处于一个偏空的一个架构 但是短线攻旗力道1.24 告诉你我短线 在这个地方 有机会做反弹 另外从15分钟线来看 你也很清楚 大户指标 你看 昨天大户联盟 赶快做撤退 今天赶快做回补 今天攻旗力道1.06 也代表短线上 它实在是有机会做反弹 所以我们在今天 我们也跟我们的一个学员说 我说15分钟线 60分钟线 大户指标翻红上来 击攻旗力道转强之下 短线上有机会做反弹 但是反弹的一个同时 你要知道 接下来的一个个股 会呈现多空两极化的现象 那多空两极化的一个现象 你要怎么做 这才是重点 那么要怎么做 哪些股票 在这个地方 有机会来做一个触底指纹 有些的一个股票 你还是要小心 为什么 来我们讲快一点 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了 第一个关环 这过去我也是跟大家说过 趋势走空 大户卖 你都是要小心嘛 你看到两波段 两波段的一个下沙 下沙到昨天为止 你可以看到 今天大户指标 开始有翻红上来 告诉你 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尝试性做一个指跌 但是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 今天供给力道只有多少 0.87嘛 但是他还没有办法 突破短线关键转强 这是 比较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那么像星象也是一样 过去告诉你说 你有这样的股票 你要避开 你要避开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进去 有听进去 我相信你都能够全身而退 那么随着一个股价下沙 在今天的一个大户指标 也出现了一个油率翻红 而且今天供给力道来到2.83 他已经有机会 直稳做反弹 包含的一个汇状科也是一样 过去告诉你要避开 那么今天也是同步的一个 出现的一个大户指标翻红 而且攻击力道来到1.56 甚至包括 英雷也是一样 这就是水箱 汽车水箱 也是一样过去一路 大户一路迈不停 但是今天大户指标翻红 攻击力道1.00 也算比较平均比较中性 但是大户指标翻红代表短线上 我在这个地方 我有尝试性要做指标的一个机会 包含三季鼓的一个建牙也是一样 都是同样的一个模式 攻击力道 今天1.56 就像在过去你可以看到 安诊药 你看 在过去 你看连续出现的一个大户翻红 连续四天 这一天 91.6 这样大户翻红 这样弹上来 从91.6 这样的一个弹上来 105 这样反弹空间也有多少 也有十几块 包含的一个日游也是一样 连续五天大户指标翻红 从过去五天翻红 105.5 开始出现有一个 尝试性的一个指标气息 然后反弹上来 这样多少 这样也到达有差不多13.5 所以如果你有上述这些的一个股票 随着一个大户指标翻红 在这个地方有尝试性做一个指跌 当然这些股票 你可以不必再做沙地 你可以再看看 再看看这两天 它的一个攻击力道 有没有的一个转强上来 但是我不是叫大家去抢 因为我们还有更好的股票 要带大家来赚 那么包含了一个联雅 哇 今天的大户还是翻绿 而且攻击力道只有0.85 代表整体的一个指标气息 其实还没有浮现 包含的一个操纵 还是蛮疲弱的 大户一路的一个卖不停 今天攻击力道有比较好一点 1.38 但是它的一个大户指标还是怎样 还是翻绿的 甚至包括什么工墙机车 非常机车也是一样 攻击力道1.15稍微好一点 但是大户的一个指标 还是翻绿 还是在持续做调节 包含的生计股的百元也是一样 那攻击力道1.25稍微好 好那么一点点 那么包含的一个巨洋也是一样 但是攻击力道只有0.66 仍然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非常非常的一个疲弱 包含的一个中美金 攻击力道0.76 大户还是在卖 那这些股票还是非常的疲弱 但是这些股票 我不是说叫大家去追空 因为毕竟要空 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要高档起跌的时候 空下去才会赚的多 赚的快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懂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过去的一个操作 凯胜 你可以看到 凯胜我们放空下来 然后昨天创新低 这样一波跌掉35.3 那么今天攻击力道1.03 稍微怎么样 稍微转强上来 但是大户指标仍然是怎样 仍然是翻率 所以今天稍微的一个小谈 那么你看 在过去这一场股票 我们上礼拜五 我们先补一半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个操作 就是如此的一个犀利 我不管你大盘的一个涨或跌 今天早盘8点10分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一个空单 先做一趟获利回补的动作 包含凯胜 康友 稳帽以及红杂店 都做 先做一趟获利回补的动作 今天获利回补 大获全胜 我们所有的学员 都可以帮老师 来做一个见证 你看康友过去怎么跌的 这样一波跌下来 然后前两天破底 下沙破底 你看放空下来 我们在上礼拜 上礼拜我们先怎样 下沙破底 我们先回补一半 今天全数获利回补 获利把它放进口袋里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学员都笑开怀 包含红杂店也是一样 昨天下沙破底 那么今天全数获利回补 那么这些回补掉之后 后面还要什么的一个股票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逃出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到我们学员做一档多担的股票 并且还有放一档 弹上来放空一档的一个弱势股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做多哪一档 昌星 各位 你看这一档股票可不可以做多 你看大户指标翻红 10月20号 11月7号 然后 其实指标也是怎样 走多翻红 攻击力到今天1.5 那这档股票可不可以做多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套好的工具 操作起来真的是如鱼得水 轻松愉快 所以我们今天在盘中10点17分的时候 我们就说 昌星啊 这档股票 它会有去涨再重新靠机会 可及公地 可留意锁定 来断多价乍差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在这个地方10点47分 就在这个地方 哎 尾盘 叮咚叮咚 亮灯掌停板 那你可以看到 好软体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做 俗话说啦 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嘛 你唯有能够领先市场 动作先兴 才能够帮你创造 真正的一个获利啊 那么谁来帮你创造 真正的获利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如果说你今天你有想要赚大钱的庆祝心 来 超讲团体说明会 热情邀约 那上课的一个主题我不多说 我们上课再来跟大家做说明 有更多不为人之的秘密 我们现场会跟大家来做详谈 老师会来教你 教你如何看清主力大物的一个座驾手法 让你在这个市场上如鱼得水 你怎么样让你的一个百万资金能够快速翻滚为千万 这一点非常重要 11月17号晚上7点钟在台北台北厂 跟大家有约 但是不过最后我也有限 前20名报名我们免费路长 先讲先赢 你可以拨打下面这个电话 23219933 供我们的一个现场助理人员来做一个报名的动作 最后祝大家超凡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